今天就给大家如何用一年多的时间 就可以养成这么一个大大的棒棒糖形的垂丝茉莉 然后垂丝茉莉开花很好看嘛 你又放上去的嘛 垂丝茉莉开花仙气飘飘 贼拉的好看 今天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枕 首先我不建议大家拍很小的苗子 像牙签苗那种 大家基本养不活 像老花一现在也是在卖 卖的都是这种 想要做成棒棒糖的 首先你要选择一个 枝条就是作为一个组枝杆 像我这个 它是一个三叉形的 大家可以看到吗 你看这里有三叉形 我将会选择把下面的给它去掉 然后呢来到这边的时候呢 我就二选一 因为你要做单杆读科嘛 所以说呢就要研究这个事情了 那我就把这里根给去除了 这个可以牵插 很好活的 随便插随便活 然后呢留这个做主干 有的话说不直溜 不直溜不要紧 教你一个小办法 找一个指点的牵着 或者竹杆之类的 你给它插下去 看到没 然后呢大家稍微固定一下 给它捋直了 这样捋直 捋直之后呢 把下面这种给它撸掉 下面的叶子全部不要 撸掉 撸掉之后呢做一下固定 固定起来就直了 然后给它放直一点 看到没 等到它直直长到你想要的一个高度了 你像我们这种 哎 就是做出来就是这种效果 看到了吗 回家以后可以换盆了 然后呢这个就可以给它撸掉 到了一个适当的高度呢 我们就会进行修剪 修剪完之后呢 哎 我们又会进行换盆 换到这种程度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从这个位置剪了一刀 它又长出来很多的侧芽 然后呢这个就用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从这个盆 换到这个盆长成这个样 就两个来月 就一两个月就可以长到这么快了 因为现在是它的生长忘记 从这个样长到这个样呢 估计大家到今年的10月份就会有这种效果了 所以大家可以不停的去修剪 它不停的分侧芽 然后呢 估计到了明年 就会是我旁边这种了 你看 刚才给你们说修剪的窃口呢 你们看的可能不明确 我转过来给你们看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修剪过的 因为它是木本的嘛 这样你看的就比较明确了 剪起来以后呢 我们长到这里 我们又剪了一刀 长到这个位置 我们又剪了一刀 你看 1分2 2分4 4分8 8分16 16变32 就嘟噜嘟噜嘟噜 就越来越多 你看 杆子也越来越粗壮 就成了一棵小树一样 到时候开下花来就仙气飘飘了 有的话说 老花姨这么好的垂师茉莉 多少钱会不会很贵啊 那现在呢 老花姨给大家治愈了一些个 也不贵 就是29块9的话呢 是这么样三盆 一盆的话是16块8 价格合适 可以放心住啊 发货苗情就这样 都是用松针土给大家养好的 满盆满当当的根系 保证鲜活到手啊 路上嗝了给你补发 还要啥自行车 29块9都三盆了 你怎么练还练不活啊 要大的也有啊 188 这个你拍下来 可以连一客服给你挑一下 我是老花姨 眼花最转一 小一点去拍 学到了记得点赞 白了错吧